哪一條路出現 中國的內部情形也是我覺得挺複雜還有挺多矛盾的 但對於香港人而言 首先我們很多年輕人跟台灣年輕人也是一樣 我們出出旅遊給人家認得覺得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都不爽 我是香港人你們說你們是台灣人 認得是中國人就有點尷尬 我覺得那個身份認同還是很特別 你們還是比我們尷尬很多 對我們的那個身份認同或是文化差異 我們是很明顯的感覺到 所以這一批的年輕人他參與了這個示威或是抗爭 他未來我覺得他們也是會為了自己的文化還有傳統 還有社會的專業去繼續的捍衛著 我不對政權樂觀但我對人民樂觀 我覺得他們會做他們要捍衛香港人會做事情 對在2077年之後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堆香港人 面對著他們假如北京要剝奪他們的權利 剝奪他們自由他們還是會站出來 而且是有影響力的 我們會盡全力的去反抗一些不公義的制度 我們也很清楚知道力量的大小是很明顯的 其實在中國各地小小的抗爭都是有 對對對 只是很快就是被平息啊 那當然有各種原因啦 例如說要蓋一些什麼會有空隙污染的工廠 就在這塊地 那附近的人上街抗議然後全部被抓走 人權律師又甚至是一些跟一些軍公教補助有關的話題等等的 那很快就被平息了 真的只有當地的居民看到了知道了 他們也不會說他們也沒有什麼自媒體去宣導 有時候稍微稍微樂觀的話會想 也許他們看著香港這樣台灣這樣 也許有一天會拿出更大更多的勇氣吧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中國而言我們也不要覺得它是鐵板一塊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dynamics 很多不同的矛盾很多不同的紛爭 那我們台灣也好香港也好面對這樣子的壓迫 我們只能做的是我們捍衛自己做得最好 當他們的力量開始有轉變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開始爭取別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大家 我其實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我也不覺得 基因坪的力量會很快脆弱 會維持一段長的時間 但我們都沒有退路 因為我們知道假如我們這樣子就放手的話 我們的未來我們下一代就會變得更加慘 會損失很多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不是說能拖就拖 能夠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 而是身為香港人 如果你沒有為香港人這個身分走出來挺香港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吧 今天非常謝謝冠聰分享了 以他為身分 不代表他代表香港人喔 就是以無鑼管從本人的身分跟意識 來和我們聊天而已 最後我想知道台灣人是很熱情的啦 就喜歡聲援啊 給予一些小小的溫暖啊 可以害羞的問一下 就是香港人真的會覺得這個有幫助嗎 有啊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啦 我覺得當然有用啊 因為那些影片都很viral 然後香港人一直自定為這個國際城市 所以其實香港事情出了國際新聞 或是其他國家有聲援 我們會很鼓舞 也覺得自己不是孤單的 這種精神力量其實很重要 謝謝台灣的朋友們支持我們的抗爭 那就好 那我們會繼續的 盡量給予一點點小小的溫暖 謝謝 謝謝你們 也謝謝家純邀請了我來做節目 不會